兩星期之後很明顯就沒有那麼癢 脫皮的情況也有所改善 那些紅、腫、皮膚很熱的感覺就開始退走很多 Hello 我是Kiki 林子軒 今次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慢慢康復過來的心路歷程 回想一下 當初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我的皮膚又癢又紅 我癢到晚上完全睡不到 又忍不住不斷勾 勾到由少少脫皮開始去到爛了我的皮又會出水 嚴重到我差不多整個身都沒有一塊好肉 我化不了妝又不用說 我還經常都要用些衣服嘗試遮蓋那些有濕紋的地方 情緒上和精神上都會有很大的上落 會影響到工作 這個過程也挺辛苦的 也挺難頂的 初初的時候我都會塗一些保濕的Lotion 越塗有時又不會好之外 還會越來越嚴重 我就開始去看西醫 塗類固唇 每個人都說類固唇是指標不指標的 真的一停又會再爆發過 我試過吃中藥、針灸、拔罐 我真的什麼都試過 那時候我真的會有不開心的時候 我就很想快點好回來 我就找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我那些偏方 例如那些芫茜水、蛋黃油 我都試過了 對我來說 就真的不太好 好幸好在這個時候 我有堅持做運動和教育家 真的可以幫助我放鬆自己的心情 當我慢慢管理好自己的情緒之後 我就開始去找一些指標有自本的方法 由裡面內在開始強化體質 我發現很多同路人都會推介 草基自問膚 它有七大天然的草本成份 絕對不擔心有失弱的成份 不會造成依賴 又不會像一般涼茶一樣 一味清熱去濕 頭一星期我跟著急救吃法 每天早餐吃三粒 午餐時間就再吃三粒 皮膚的顏色沒有那麼癢 沒有那麼紅 粒粒又不會再增加 再沒有需要特地用化妝遮蓋自己 最重要是睡覺的時候 不會醒醒 做運動和流汗的時候 都沒有拿著 那些傷口 復發的程度也減輕了很多 穩定之後 每次吃兩粒 兩星期之後 很明顯 就沒有那麼癢 脫皮的情況也有所改善 那些紅 腫 還有皮膚很熱的感覺 就開始退走很多 皮膚慢慢開始光滑 漂亮 我自己心情好很多 很成功幫我擊退了皮膚的恆紅 改善了濕敏 草基自敏膚主要的成分是有機橄欖 擁有六項美國和國際的專利 它的抗氧化能力比一般橄欖油強三百倍 可以舒緩恆氧 紅熱 就不會那麼容易勾損和脫皮 還可以令到勾損皮膚快點復原 就好像幫皮膚捉起一個保護屏障 抵抗力可以提升了 減低復發的機會 有科研證實可以80%改善濕美的皮膚問題 配合可以抑制皮膚微生物之生的紫醉花 修復肌膚的金盞花和橄欖葉 舒緩紅熱的德國陽金谷 滋潤肌膚的珍珠組和露匯葉 一共七大天然草本 就可以做到舒緩恆紅 修復傷口 重建肌膚和對抗復發的功效 我會繼續吃 令皮膚無時無刻都可以對抗自敏原 增強抵抗力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復發了 如果你都想用天然又方便的方法 去擊退皮膚的痕紅 改善濕敏 不妨試一下這款草基自敏膚 在萬寧草基專門店 和Sinomore都可以買到